要说新手第一次去西藏,最好走G318,因为路况好,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,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分享。 从水墨沟出发时呢,最好早点起床,因为要面临的是G318的第一段烂路,水墨沟到如美的这一段常年在修路,一直灾害频发,所以地面上会有很多炮弹坑,还有几处需要下路,大上坡和大下坡看着真的挺可怕的。 但是如果车速慢点的话,小轿车也是可以平安通过的,经历过烂路的折磨后就可以到达如美镇了,这里可以停靠房车的车位非常有限,不太建议去见政府门口拥挤的停靠点停留,继续向前走,翻越海拔4710米的东达山,就可以到达左宫线,这一段路的风景平平无奇,花一天时间路过即可。 周车劳顿,我在左宫也为大家找好了舒服的停靠点,导航腾亏生活超市,门口就有很大的停车区,超市老板还热心地在门口设立了水电的补充点,欢迎广大车友们住车休息。 在车内来一顿丰盛的晚餐,好好休息一下,之后的行程,下一期视频我们再为大家继续分享,记得要点点关注哟。